记者廖雪如新竹报道,前总统马英九今早到新竹县新浦一名庙上香起伏,一名庙董事长徐德新推崇马英九每年大年初二都来向一名爷参拜,二十年来从不曾见断。 马英九在新竹县长邱靖淳立委临维州县议员赖江台等人日陪同假,上午约十一点三十分抵达新浦一名庙,并在乡亲夹道欢迎下进入庙内,庙方举行三县礼,马出制赠红包给庙方代表,随后并发送春联,吸引民众大台长龙排队领取,他同时也与民众握手护道新年快乐。 马英九说,今天很开心再次来到一名庙,一名既是一个客家人非常特殊的祭典,在中国大陆没有,他跟台湾的历史结合在一起,台湾在过去四百年遭遇到很多挑战,尤其是内幼外患,一名也站出来维护地方安宁,这是客家人对于牺牲生命的前辈所建立的一间庙。 马英九并提起1895年以未战争的历史,新竹最有名的烈士江少祖,遇难时还不到二十岁,年纪轻却十分爱国,他还写了两首绝命诗。 马英九表示,整个来讲,全世界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景气循环,此时台湾应把握机会往前迈进,话锋一转。 他说,自己在总统八年期间内运气不是很好,先碰到金融海啸,第二任遇到欧债危机,卸任前又逢全球性出口萎缩。 他说,三大经济危机,但八年仍维持二,九,百分之的经济成长率。 施德新称许,马英九自87年起,每年大年初二都到包中一名鸟参拜,超过二十年不曾间断,对一名爷相当尊敬,一名爷一定会保佑他。 邱静纯表示,总统一出现,太阳就出现了,风和日丽,很有福气。 林维州说,马前总统又来到一名妙参拜,一起向一名爷发愿,保佑国太平安,风调雨顺。 林维州